今天林院長他在做的事情 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林院長今天在做的 其實講白的 他就是在死見 他拿了他的生命要喚起大家 對於台灣土地掠奪 這個財富的事實的關注 壓力有多大 壓力有多大 他平常那個 心理狀況可不可以講嗎 每天每天每天都覺得 出入 有警察在盯 然後 事情沒有辦法結局 好不容易好像 有一點轉機 這時候 團員 團員被 被打回來 在法庭裡面 黎明重案會 所聘請的陳姓律師 當庭跟法官承認 我們都沒有依據 重劃辦法的第9條 第2款跟第3款 來選舉 我們重劃會的理事 或是監事 陳姓律師 竟然 也恐嚇 我們的法官 我們土地都已經分配好了 你敢怎麼判 如果你判我們違法 台中的自判勢力重劃 全部都是違法 我希望 社會各界 在關心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好好來檢驗 台灣今天 不管是重劃 徵收 都市更新 各個面向 這些都是 領悅者來過去所 長期去關注的這些 土地掠奪的手法 請各位媒體 社會大眾 好好看看 台灣 這些被 各種不同的手法 進行 土地掠奪的 這些老百姓 他們所遭遇到的 途徑 處境 以及 好好來檢驗 我們今天的這些 法規制度 應該如何去修改 才不會有 第2個林園長 甚至第2個林園長